美国也有摸着我们过河的时候 但是着急也没用 美国的反舰导弹计划 面临无法绕过的巨大障碍 一直以来 我们陆军都有火力不足恐惧症 追逐火力近乎偏直 发展到现在 强大的美国也开始落后 以前在整个军迷圈流传着这样一个梗 摸着美国过河 到现在这种情况似乎反过来了 美国也有摸着我们过河的时候 随着美国特出争导条约后 在中程战术导弹领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 近日 在2019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落马展示一款导弹进行战斗部测试 和等比例模型进行风动测试的视频 这款导弹将竞标美国陆军精确打击导弹项目 预计在今年12月进行测试 并取代现役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此外 雷神公司深度打击陆基导弹 也在竞标PRSM项目 计划在11月进行测试 射程在499公里左右 据美国高官表示 美国防部希望将陆基精准打击导弹 改造为轩一代反舰导弹 军方正想办法把射程扩大到499公里以上 射程将是评估两家竞标公司的重要标准 美军希望在2023年部署精确打击导弹 比原计划提前了四年 看来美国是真着急了 事实上 几十年来 美国主力反舰导弹依然是鱼叉导弹的改进型 属于射程只有130公里的亚音速导弹 而中国却不断发展 从射程200到300公里的英机83导弹 到射程400公里的英机62导弹 再到射程400到600公里的英机12和英机18 我们火箭军还列装了1500到2500公里的东风21D 和射程5000公里的东风26反舰导弹 几乎涵盖了水面舰艇所有反舰需求 我们在反舰导弹领域的发展 让美国压力巨大 不得不在之前撇弃的反舰导弹上下功夫 但是找起一方面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码事 前段时间 据美媒报道称 美国陆居在导引头问题上 却犯了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错误 这将是美国反舰导弹计划无法绕过的巨大障碍 美国高官拉斐特上校表示 现在的大麻烦是找不到合适的导引头 海军现役的导弹引导头无法解决问题 反舰弹道需要特殊的引导头 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设备 也没有可借鉴的技术 这种国外技术封锁 国内技术空白的场景 在美国很少见 但却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这就是考验那里的时候了